有人說 人生苦短 確實是智理名言 不過 要活得精彩 不一定每次說yes 有時要學會堅決say no 拒絕不舒服的內褲 拒絕令人不安的沉默 餐桌上拒絕電話 床頭櫃上拒絕電話 拒絕破壞環境的衣服 拒絕傷到對腳的鞋 拒絕漂亮的衣服 多擺著 拒絕令人失望的晚餐 拒絕令人失望 拒絕拿自己和別人比較 拒絕諸多藉口 拒絕保持沉默 拒絕 退縮 所以 如果那件事給不到你自信 不可以令你的感覺突破平凡 say no 畢竟 我們只能活一次 一定要 活得精彩 拒絕 拒絕